热点时评 美国之音 国事光息评论 1989-2019 从坦克到病毒 作者 吴国光 播讲 夏秋年 编者案 这是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 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下面是这篇评论的证文 6月10日 被视为英国主流大报的《泰晤士报》及其姊妹报 星期日《泰晤士报》分别刊出重磅文章 揭秘2019年新冠肺炎在中国武汉爆发前数周的实验室内幕 并敦促中国诚实彻底地澄清相关真相 作为一张对全球舆论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报纸 《泰晤士报》的报道立即引发广泛关注 自2019年年底以来 从武汉到全中国 从中国到全世界 肆虐全球三年多之久 已经导致694万人死亡的新冠大疫情 究竟是怎样源起的 这个问题再次提到整个人类社会的面前 694万人死亡 这个数字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截至2023年6月14日的统计资料 习惯了巨大人口数量的中国人也许对这个数字的意义缺少感觉和认识 几百万人似乎算不得什么 但是 在权威的世界人口统计资料所涵盖的全球235个国家和地区中 多达129个国家和地区 其人口数量是低于这个数字的 这就是说 假设这一死亡人数集中在一国 世界上会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可以就此灭国 这样巨大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这么多的人死于一场疫情 还仅仅是灾难的一部分 全球7亿6800万人染疫 所耗费的资源与所遗留的健康问题也是不可低估的 至于全球经济在疫情期间激进停摆 民众承受巨大的财政压力 心理压力 在很多地方还发生了一连串深重的人道灾难 对此 正常人应该都还记忆犹新 可是 好几年过去了 这样一场祸及全人类的巨大灾难究竟是如何出现 如何扩散的 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当局 都对此缺少应有的足够的审视和反省 甚至连一场公正客观 科学求识的 对于疫情起源的调查也没有进行 甚至不准进行 中国当局使用百般手段拒绝调查 隐瞒真相 伪造信息 混淆视听 人们于是只希望疫情过后歌舞升平 致命的窗疤 似乎大家都不愿再去揭开了 国际社会难道宁愿这样姑息养奸吗 希望《泰晤士报》的报道有助于促使人类 不再对新冠疫情的缘起和扩散采取鸵鸟政策 而是积极探寻真相 总结防患于未然的经验与教训 当然 在中共当局对于相关信息 严防死守的情况下 很难设想一篇报道能够揭开事情的真相 但是 如果谁也不去尝试 那是永远也不会有真相的 而没有真相 就不可能对灾难的起源和蔓延 做出科学的研究与评估 因此 也就不可能做出有效努力 防止这类灾难将来再次发生 2003年源于中国的萨斯疫情 也就是非典疫情 当年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对于其发生 发展和应对 多年来也都没有实行科学的调查和研究 16年后的这次新冠疫情更大 更恶 违祸 更烈 不能不说和当年的不了了之没有关系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 这种自始至终都被掩盖了真相的巨大灾难 其实不止出现了一次两次 而是再三再次的不断出现 持续重演 1960年代的大饥荒 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最大灾难之一 死亡人数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 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 国家军队公然在首都中心地带 以坦克和机枪对付和平示威的公民 暴行震惊整个世界 此前有暴力土改 此间有文化大革命 还有一系列不惜以杀管改为手段的毛氏政治运动 所有这些 哪怕深受其害的人们 我们知道其中的真相吗? 我们清楚其中的缘由吗? 按常识来说 一件霍氏出来后 谁拒绝对霍氏的起源和过程进行调查 谁就应该对霍氏负责任 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黑暗秘密 为什么不愿意让人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呢? 这和中国不中国并没有什么关系 你家里起火了 央吉林里 如果火不是你放的 你肯定最愿意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 不然你无法洗脱自己的责任 新冠大疫情起于中国 有常识的中国人应该最乐意国际社会来中国 调查清楚疫情的起源真相 如果要说爱国主义 这样的态度才是爱国主义 很多人以所谓爱国主义为缘由 否认和掩盖中国的灾难 他们不是爱国 而是害国 因为那只能导致灾难再次在中国发生 爱权利 爱金钱恐怕才是他们的真心 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到2019年的新冠大疫情 恰恰30年 这30年里的中国经济发展 被中共用来为其制造的一切灾难开脱 于是 能够从中分一杯羹的人们 看在金钱的份上 往往也就乐于接受这种开脱了 反过来还要欧哥所谓盛世 乃至追溯既往 而把毛时代的灾祸也一笔勾销 把中共那套制度吹捧为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其实 1989到2019 究竟中国是所谓盛世还是恶政 单以金钱衡量 那可以是盛世 是繁荣 如果以人命来衡量 则无疑是恶政 是暴政 这30年 乃至这70多年 暴政的逻辑从未改变 最大的改变就是它的力量有了巨大增长 这30年之初的1989年 中共只有以人民解放军的坦克 铁血对付中国老百姓的能耐 这30年之伪的2019年 这一制度却因为国力大增 而具备了维护全球的放射与覆盖能力 不声不响之中 即能杀死全球近700万人类同胞 从饥荒到坦克 从坦克到病毒 如果不是那种决策荒谬 并拒绝政治透明 剥夺公民权利 尤其是压制自由的信息传播 为了维护独断权利 而不惜任何人命代价的制度 再起作用 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人道灾难 不断肆虐同一片土地 直至再三引发全球的人类健康危机呢 再不追查真相 再不变革制度 下一次病毒 坦克 饥荒 一起上场 维护中国与世界 只怕就不是科幻灾难电影里的场景了 全文完